哈喽啊 又来到了我们最爱的拯救拯救者环节 这是一台大家很喜欢的拯救者啊 不是一台 是两台 两台不同年份的拯救者 拯救者这玩意 你说谁研究的呢 年份越老越吃香啊 先看底下这一台啊 两台呢 都是拯救者的R7000P 这一台呢 是20款的 上面这一台呢 是21款的 属于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了 拯救者在20年以前 应该是没有AMD的 这一台呢 说是黑屏 检测了 说是CPU问题 内容5代R7 这款CPU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啊 但是一般都是虚焊的比较多 插电呢 直接电流就是0.8 既上不去也下不来 属于是供电期权 但是没有跑嘛 这个呢 倒是跟CPU虚焊的现象比较相像啊 先放一边 咱们看一下第二台 第二台呢 它也是在家地方检测过 说是CPU问题 哟 插电连带机电流都没有 电流在一点点上创下跳 这个电流 又是20款的拯救者 这个电流呢 可以肯定是主板公共链大挡路了 它处于一种保护状态 这一款呢 大挡路 它就比较容易收 显存供电 就会导致2060显卡直接凉凉 这个我们遇到过很多了 拆开后盖测一下就知道了 你甚至连散热器都不用拆 电池已经拔掉了 这个电脑也是没有拆修过的 看着主板上面的标签还是完整的 测量显存供电呢 只需要测量散热器底下 这个缝隙 这个电感 看一下它的对立组织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一款四台大挡路 九台都是烧显存供电 显存供电的此时已经对立为零了 烧显卡那就不好玩了 还不如坏CPU呢 看一下这台二一款的吧 二一款的最近我们修的也蛮多的了 二一款好像没有爆发大面积的烧显存供电 偶尔就那么零星两台 算不上通病 二一款的通病呢 就是CPU虚焊了 也是没有拆修过的 哦 有拆过 风上排线都没接 这个测量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需要把散热器拆下来 结合刚刚那个电流 它只跑到0.8 说明是触发 但是没有跑码 重点光照一下 这个时钟金正 是吧 有一端已经测不到直了 CPU的这个角 是比较容易虚焊的 它里面有黑胶 时间久了 这个焊点会被黑胶给顶起来 有一些可能没有完全顶开 我们用手压一压的话 还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这一台可能顶得有点过头了 怎么压都恢复不了 CPU测了一下 没有短路 CPU这边有两个金正 这两个金正对应的焊点都容易空焊 它们分别对应的故障现象也不一样 今天这个呢 就是时钟金正续焊了 直接把板子拆出来 上焊台 准备给它的CPU来个一条龙服务 第一步呢 咱们先把CPU给取下来 好的 CPU已经被我夹下来了 这个焊盘拆的还算比较完美 没有长留太多黑胶在上面 接下来就是清理焊盘与给CPU支求了 焊盘上面简单 用烙铁将上面多余的锡给清理掉 再用锡线将它拖平整 类似的这种 最近也修了比较多 CPU这边呢 也是一样 清理黑胶 拖平整焊盘 然后准备支求 99星 稀罕五 钢网一片准备好 锡球落钢也准备好 撒上锡球 均匀的撒在每一个焊点上面 然后用风枪加热使其归位 也提到过很多次了 像这种AMD的小处理器 推荐还是用无签的焊接 比较不容易虚焊 CPU只好球了 主板这边呢也都拾到好了 刚刚发现居然掉了个点 可能之前清理黑胶的时候被拽下来了 所以说有黑胶就是有这种风险的存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没有黑胶的话它也不会坏呀 接下来咱们只需要把CPU给重新焊回去就可以了 看完之后呢 这个板子还有个通编 就是它后面的这几个USB口 容易失灵 也就是它USB的这几个数据线 上面有个小电感比较容易换 所以咱们重置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把这三个给换掉 重置完之后 再来检查一下对立组织 首先呢是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再来测一下这个金震哦 之前虚焊的点 OK 有值了 说明金震和CPU已经勾搭上了 可以 两个金震都没有空焊 然后再来检查一下内存槽有没有空的 每一个信号线都有值 那就没问题 OK 都是有的 两个槽都没问题 好的 那接下来可以装上内存 先上电 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先挪板接电 看一看电流 自动触发地 之前的电流呢 是停在0.8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直接可以跑到2A了 电流跑的是非常欢快啊 装机 装机 台线都装好 检查一遍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OK 可以显示 成功秒杀 这一台呢 毫无悬念 CPU虚焊 重置完之后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 看一下它的配置 是5800H的处理器 3060的显卡 后面呢 各功能烤机也都没啥问题 烤机也都可以跑起来 划分两头 20款这一台可就惨了 拆开又仔细测了一下 显存供电短路 但是CPU这边阻值倒还正常 CPU应该没事 那么显卡呢 就已经是报废了 显存供电短路 供电呢 肯定也是短路 显存供电左边 这一组MOS管击穿了 换显卡呢 有点划不来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改用极显 先把机窗的上管给换掉 然后再找到短路的显存 用烧机大法 我们看一下是哪个显存发热啊 哇擦 六 六 六个显存都在发热啊 也不奇怪啊 19V机窗了显存供电是这样的 它如果要修的话 我们也是要换全部的显存和核心 但是如果不用读显 改用极显的话就简单多了 先把短路的地方给排除 六个显存全部拆掉 此时呢 再去测试 它的显存供电已经不再短路了 不短路了 那主板就应该可以上电了 简单装上上热器来看一下 这个呢 同样也是自动触发的 第一次开机可能比较久 哎 显示了 由于没有显存 所以呢 它是花瓶的状态 这种情况 就算装的显存也不行 它的核心也是凉凉的 不过好在能显示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标识里面给它切换到混合模式 设置好之后 重启一下 哎 它就可以从CPU的核显输出了 显示正常 好的 我们进系统来看看 进系统呢 肯定没啥问题 是20年的 4800H的处理器 2060的显卡 虽然能识别到 但也是打不上驱动的 CPU核显呢 也不是不能用 上个网页 看看视频 还是没问题的 这两个 也是难凶难低了 左一个显卡 又一个CPU